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陈毅资讯 昨天陈毅在片场婆娑不拯救平地摔 李莲花马甲意外掉落 我们的小花回来了 横店的这座山上没有一块石头肯放过陈毅 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毕竟陈毅动不动走路踩到石头 就可能来个平地摔 这更何况这场戏还是用跑的 所以在陈毅开拍前 工作人员就弯着腰拔 可能会让陈毅踩到的石头 挨着挨着的捡了扔旁边去了 承毅自己也检查了 把小石头都踢边上去了 想着这下该万无一失了吧 结果他和女演员一起跑 刚到拐弯的地方就又踩到了石头 差一点就平地摔了 唯一一块没被清理掉的石头 都被承毅踩到了 承毅和这石头是什么三生三世的缘分啊 承毅眼看着自己就要摔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马上施展了李莲花的婆娑布 才避免没有摔下去 女演员这时还想扶承毅一把 结果婆娑不可不是一般人追得上的 他连承毅的衣角都没碰到 承毅利用婆娑布躲过了平地摔 但是马甲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掉了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小花 终于回来了 所以你还要装作不认识我们吗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承毅的新闻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